那在影片開始前呢 還沒訂閱記得按訂閱打開小鈴鐺 這樣才可以知道什麼時候上新片跟什麼時候直播喔 大家好我是花之丸 我們天堂呢又迎來了我們這個一次的大更新 那這次大更新的是上市100日的一個大更新 那這次禮包呢是我們的這個 情人節變身卡組合包 那這個禮包說實在的話 他給的東西我覺得很爛超級爛 但是呢他有一個這個 他可以登錄收藏品後的經驗值7% 物防魔防1跟3 然後還有這個原商 就變成他一定是一個包的能力值 那我必須去買他沒有辦法 那即便他送的只有一抽我們還是得買 那我們就來實測這個 情人節變身卡組合包的那個卡包機率吧 那其實他這個 這個組合包的送的東西我覺得很爛 是因為他不是送永水 他是送珍珠 其實珍珠我平常沒什麼在吃 那還有就是他的狂暴卷軸 我也不太會用他 因為我不選平那個大莊 那這個情人節卡片我們先去登錄收藏吧 那他就是可以加這些能力值 那這些能力值好處是在跟抽卡不一樣 那抽卡有時候你抽完還沒什麼特別的加成 那這個起碼有個包點的能力 所以會想刻這種禮包 好啦我們來10抽啦 結果他是只有送這個8抽 因為他是 總共只有88抽啊 變身跟這個娃娃各4抽 非常非常的少 獎勵非常非常的爛 好我們就來選手看吧 我們已經正式變成這種禮包檔了 先抽這個 變身 有一種要共骨的感覺 目前4抽全空漂亮 再來是我們的娃娃 娃娃看起來人要跪 喔有個紅盤呢 喔 難道是 開服的好東西嗎 能笑嗎 喔 嗯 不期不帶 沒有傷害 還有最後2抽 0 啊漂亮跟以往的禮包是一模一樣的 來看一下變身能不能有一張門票 我記得本來門票就快夠了 3張 唉唷有機會拿到門票嗎 哇 我得合到一下藍卡才會有門票 0 ok就是禮包開箱齁 非常的慘烈 那再來就是這個狂暴捲軸 要怎麼去使用 這個狂暴捲軸 欸他是可以拚的耶 這什麼意思 有10%機率可以拚裝備 要拚嗎 這邊是可以做拚槍的 試考一下要不要拚槍 不拚槍的話就是換這個 詛咒的盔甲捲軸 嗯 要拚嗎 考一下 要拚也是拚這個飛龍皮 嗯 中午才能拚 還不能拚 好吧 那這邊就思考一下 以上就是變身的開箱活動 非常的慘烈 謝謝大家今天觀看 好嗎 謝謝大家 我們這就可以了 請問一下 真的嗎 我們可以賺他們